大家好 我是莎莎 今天呢 我就要去乘所一探 就是看一下我的身子哪里出了问题 因为呢 生了孩子之后 然后再加上一些工作啊 家务啊 我感觉我全身都痛 肩也痛 手肘也痛 腰也痛 啊 我真的是感觉 每天我都身子给我的反应 真的不能再拖了 像我这样子打开 哇 这些肩都好痛 去看医生 预约了中午11点多吧 相信大家呢 也是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就是说在香港看一次感冒 又几百块 三千块 还有生一个孩子就要十几二十万 香港的医疗非常贵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怎样看病不贵 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呢 除了在医院住院的那两晚呢 就是一百块钱一个晚上 常见到生完也没有收过一分钱费用 没有 现在是在家里面的房子里面 就是了 我这里有一个人的房子 谢谢大家 吃这个饼子 不费也 吃这个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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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支的话其实外面也有得买 但是自己去买的话14克也要37块多 这一生开给我的 我吃几岁的男生和我 远不着急 都不查得 脑海还隔着 爱和 追究中的伤不消破 几分与过断斗取着 下个灵魂想起有些声 难道不懂 第一次来这边 有点懵 如果呢是急诊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操作了 那就有病的肯定力嘛去看 但是呢我现在这个呢就不是说非常的急 所以呢我就只需要花50块的成金 然后就预约先在城所那里看网 然后再转店 好像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 怎么办呀 以前来山岗的寿人生路不少 都是靠导船 还有一些软件 然后找到自己的目的地 对 你没见过 такой 和马尔的地方 不见一个 对 我没有人在一看 就在偶尖 是 我觉得 那我做的 面团 这一会儿 还很像 因为我 我现在准备回家 下午愤轻 肯定是省就省 刚才他们也没有说要收费 在香港呢 所以买保险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如果呢有一些钱在这里的话 那买医疗保险的话 你就可以随时的去看私家 因为看私家呢会比较贵 所以呢你买保险的话 经常可以全合的报销 所以呢你经常看到一些 香港人会说去看私家 几万块钱的 药费啊或者医疗费啊 那他们可能都是有保险报销的 像我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呢发高烧 然后呢去私家看病 住两个晚上吧 就花了一万多 然后他又买保险 然后全报销了 当然你也可以看香港的公立医院 就是也有急着 那就是花个180块就可以看了 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啊 或者什么其他移拿杂症的话 你在那里等上这个小时 所以设计很有必要的 晚安了你的眼睛 升起月亮 梦如天际 晚安了你的身体 像是鲸鱼 睡在海底 晚安了你的心事 化作一阵夏日的雨 晚安了你思念的人 梦连在一起 你 我 我 我